我先特別介紹一下 林真宇議員跟張哲豪議員 基隆市長謝國良出席公車庭願養活動 自此感謝特地跨區的民眾黨台北市議員 被解讀是為了謝國良 聲線罷免案來送暖 基隆選委會12號祭出首批查詢單 多達9樣態沒有回函 將認定為無效連署人 霸良團體也發出聲明 強調中選會對於基隆罷免案 具有指揮監督事務管轄權限 也喊話這種地方選委會 不得因為當事人沒有回覆 就作為連署人名冊刪除理由 更強調將捍衛自身權益 不排除任何訴訟 確保公民權形勢 地方選務 鼓勵運作依法行政 我覺得這個要先把它確定下來 那如果各方有什麼意見 我們都會反映給地方的選委會 跟中選會 讓他們來做一併的考量 2020年時任高雄市長韓國瑜罷免 案 高市選委會寄出兩千兩百七十一件 查詢單 未回覆就佔了半數 多達一千零九十三件 最終高市選委會認定 沒有回覆者 同樣認定為有效連署人 如今也被質疑 至於金融市選委會做法因人設施 不太瞭解 在高雄市罷函的那一次呢 最後定調 如果沒有回函的話 不能夠直接把它剔除 不希望金融市選委會 他自己設立自己的一個標準 然後如果未來被中央選委會打臉的時候 又說什麼中央干涉地方 中學會回應必要時 嘉惠一主管直權調查證據 罷免聲浪四起 謝國良情跑市政行程 搶曝光 至於成效如何 恐怕不是機場正機 記者會就能迷品 三零雄和孟哲馬 日文自動報導